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爱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雄 上一集呢 给大家介绍了岛金家崛起的奠基人 岛金贵久 和他的父亲岛金钟梁 那么这一集开始呢 就给大家讲一讲 日本战国时期 著名的岛金家四兄弟 那么在岛金家四兄弟 全部在世的时候 岛金家可以说风光无限 所向披靡 这四兄弟分别是 岛金义久 岛金义红 岛金碎久 和岛金家久 我第一个去世的是 最小的那个岛金家久 然后岛金碎久 和两位兄长产生了一点分歧 很快也离开了人世 最终剩下的是 岛金义久和岛金义红 那剩下的这两位年长的兄弟 反而最终闹不合 这使得本来的岛金四兄弟 兄弟同心 其力断金 变成最后的兄弟之间 冒合身离 那么先来讲讲 岛金四兄弟中的老大 岛金义久 岛金义久 元父之后 起名为岛金中良 跟他的祖父名字一样 这种后辈和先辈之间重名 在岛金家很常见 不过后来呢 岛金义久 受到了将军足力一挥 赐予的偏惠 所以改名为义臣 不久呢 就改名为我们所熟知的岛金义久 作为岛金四兄弟中最年长的那位 岛金义久 跟随了他的父亲岛金贵久 平定萨摩 还有大渔国的普生氏 其他院士等等 他的出阵 是进攻颜建城之战 在完成了萨摩国的统一之后 公元1566年 他的父亲岛金贵久隐居 那么岛金义久 就继承了家主之位 成为岛金家第十六代家主 这个时候呢 萨摩大于日向等四国的 接壤要冲 真兴院地区 归属前出现了争议 那么岛金家 与日向国的 一东一右的矛盾 日期激烈 就爆发了 木齐园合战 那木齐园合战呢 是岛金义红 也就是岛金四兄弟中 排行老二的 有鬼石漫子之称的 战功名将 经典的战力 那么在讲 岛金义红的时候 我给大家具体的讲 这场合战的细节 那么在这场作战之后 一东市就陷入衰退 一东一右 只能依赖 封后国的大尔宗林 这是被岛金市 统一三州 打下的基础 那么这三州呢 指的是萨摩 大鱼和日向三国 在击败了 一东家之后 岛金家就致力于 大鱼国的统一 那么岛金家 和大鱼国的 甘父本家 一直是严重的对抗 岛金家第十四代家主 岛金圣九的时候 我们之前讲过 他收了岛金家 分家一座家的 岛金贵九 作为自己的养子 后来呢 在把家主之位 传给了岛金贵九之后 岛金圣九又反悔了 就导致岛金家内部 出现了内乱 那当时呢 大鱼国 甘父家的本家 第十六代家主 甘父监旭 他和岛金中良 签订了盟约 那么就出兵协助 帮助岛金中良 和岛金贵九 父子俩 击败了 岛金萨摩家的 岛金十九 这样就使得 岛金家 彻底归于一座 岛金分家之手 也就是岛金中良 和岛金贵九 父子俩的手里 那么甘父监旭 被称之为 大鱼半岛 第一永驾 岛金贵九 为了拉拢甘父监旭 就把自己的姐姐 嫁给了甘父监旭 所以岛金家 和甘父家 结得亲近之好 关于1549年 岛金贵九的家老 医院中老 攻击家之牧城的时候 遭到守城将 甘父监眼的火枪攻击 后来呢 由于甘父家 城里的家臣 北乡市 和岛金家相通 甘父监眼不敌而降 关于1554年 岛金军又大举的 攻入甘父家的领地 夺取了 家臣牧城 甘父监眼 和他的儿子 甘父监盛 从此就沉浮于 岛金家 另一方面呢 甘父的本家 甘父监旭 也开始着手 平令大鱼半岛 频频的亲公 南方 离寝室 并且将其降服 那同一时间呢 岛金贵九 和岛金义九 负责俩 也成功的击破了 普生市 支配了七大鱼 领土扩张到了 甘父家的西面 岛金家的这种 大规模的扩张 令甘父监旭 大为不安 所以他就让自己的 长子 甘父梁坚 与伊东伊幼的 女儿 成婚 缔结了联盟 在甘父伊东家 联盟建立之后 甘父监旭 就联合了伊东伊幼 攻略位于日向国的 岛金家的树家 岛金中亲 最后呢 就逼迫日向国 岛金丰州家的 岛金中亲 逃亡回了 岛金家本家的 萨摩 光一物三年 甘父监旭 让位给 自己的嫡长子 甘父梁坚 但实际上 甘父监旭 仍然掌握着实权 他已经将 大于半岛的北部 领薄化 而甘父是 正式的成长成为 日本战国的大名 这个时候呢 甘父监旭 与伊东伊幼 相互勾结 并且暗算了日向岛的 岛金丰州家 但表面上 岛金本家和甘父家 仍然是友好关系 并没有思破 不过事实上 双方面表面上 看着漫不经心 但是台面之下 早已经波涛汹涌 就等着 一个爆发的机会 公元1561年 据说是因为 一年初的九元宴席之中 岛金市的重臣 义军中朗 不断地劝甘父家的家臣 要王金将 吃下了贺肉做的肉羹 而贺 正是甘父家的家徽 因此双方的家臣 出现了激烈的口角冲突 有人说呢 医院中朗是故意的挑衅 作为入侵大鱼 开启战端 此举果然就惹火了 一直观看的甘父监续 同年4月 甘父监续就以赫庚事件为理由 宣称岛金家不尊重甘父家 两家的关系就此破裂 破裂之后 甘父监续外面连接伊东家 作为外源 在大一国内部 请求伊底之家和米启家两家 相助 兴兵攻打 岛金至左卫门 镇守了回城 岛金贵九听到消息 就派出了他的弟弟岛金中将 和自己的长子岛金一九 领兵一千前往增援 岛金中将自领200兵 担任先锋 甘父监续得知岛金军来源的消息 决定在朱元山 伏击岛金中将 双方在朱元山遭遇 岛金中将的部队 在甘父军的偷袭下崩溃 岛金中将本人 连同50名家臣战死 岛金一九知道自己的叔叔战死 无奈之下 只好收拢 败兵 撤退 而甘父监续也在朱元山之战中 获得胜利 然后一鼓作气 让异族中的老将 叔祖父甘父监明 在拜领佩刀之后 进行夜袭 一举夺下了回城 在回城核战期间 甘父监续要与自己的妻子 玉南离婚 因为他的妻子呢 我们在前面说过 那是岛金贵酒的姐姐 但是他妻子玉南 坚决不接受离婚 公元1562年 甘父监续和甘父朱友 攻打岛金家的智不智成 城主岛金中朝败走 智不智成就落入到 甘父监续的手中 并且和一东一右一起 出兵包围了沃肥城 此时 甘父家的蛋糕 总计12万蛋 那么他又与萨摩北部的 灵异市 还有日向国真姓院的 北原市 联合起来 与岛金家作战 大肆的扩张领地 构筑了 甘父家建立以来 最大的版图 这个时候的甘父监续 那是节节胜利 公元1564年 他在日宪国 服援战胜了 岛金中亲 公元1566年 又与归顺了 岛金方的 北乡十九交战 又获得了胜利 但是好久不长 公元1566年 11月14日 岛金贵酒 大举反攻 岛金家的仲臣 一级院中栋 包围了高山城 那么广无敌众 甘父市的本城 高山城 被陷落 甘父监续的长子 甘父梁坚 逃至别府园 被围杀战死 10月15日 甘父监续 在他的居所 听说了 自己儿子战死的消息 那么一代 甘父族的英雄 甘父监续 在自己居城 附近的大瓷寺 自杀 享年56岁 公元1571年 垂水成竹 一地之重兴 救援了甘父市 击退了岛金军 甘父市 第十八代家族 甘父监量 联合了日向国的 一东市 誓言要为父报仇 继续反抗岛金家 公元1573年 岛金一九 派岛金征九 岛金中长 出任大瑜国 岛金军 大败了甘父军 并且在同年12月 包围了甘父家 最后一道防线 大瑜豪足 安乐见宽的牛根城 高山城在内 亲岛金市的家臣们 与甘父监续的一双 玉南鸡 反对继续抵抗岛金市 甘父监量 作为家主被废 流放到了日向国 甘父监护被拥立 成为甘父市 第十九代家主 次年一月 也就是公元1574年的一月 牛根城陷落 甘父家 眼看大势已去 甘父监护 就听从了岛金家 筋纳中原的劝告 正式臣服于岛金家 就这样 曾经在大瑜国 一时之间风投无两的 战国大明 甘父市 灭亡了 成为岛金市的家臣 在完成了 大瑜的 统一事业之后 岛金家 在岛金一九的率领下 趁时就进攻了日向国 公元1576年 攻略伊东市的高原城 伊东方的支撑主 纷纷的背叛 加入岛金家 伊东市的势力 大幅的衰退 在岛金一九 强大的攻势下 伊东一右 不得不向大友棕林求助 公元1578年10月 岛金一九 亲自率领 四万三千的大军 向日向国 发起攻击 大宗林滞留在乌之鹤 而由田园少人 作为总大将 田北郑州 左伯宗天 为手下的将领 率领四万三千的士兵 进攻岛金家 大友军包围了 左土园地区 岛金方的岛金家九 与高城的山田有信 岛金一九 率领三千多人出击 在高城川 与对面的大友军对峙 大友军因为缺少了大友棕林的坐镇 将领之间发生不合 11月 大友军的将领 田北郑州 擅自的进攻岛金军 左伯宗天 继而跟随进攻 但砸了无章的攻击 使得岛金军 有机可乘 岛金一九 以掉野服的战术 击败了田北郑州 左伯宗天 急轰震信 宅腾震石 以及军师 较为石宗之后过河 以伏兵攻击混乱中的大友军 大友军惨败 伤亡无数 这是之前我们讲到的尔川之战 我们要注意到啊 尔川之战虽然是大友家 没落的开始 但是这个时候 大友家著名的大友双臂 都没有参战 大友宗帝本人 也没有出现在大友军的阵中 所以说大友家出战的 除了军师 较为石宗 赫赫有名之外 其他的将领 包括总大将 田园少人 这都是二流将领 而他们对面 岛金军的主将 岛金家九 也就是岛金四兄弟中 最小的那位 正是大名鼎鼎的 岛金家 调野服战法的创始人 所以双方一战 高下力怕 尔川之战 大友家大败 这就让岛金家 巩固了南九州的势力 不过同时呢 北九州的龙造四市 趁势崛起 两年不到 龙造四家就吞食了 大友家的诸多领土 差不多达到了 与大友家平分 北九州的地步 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龙造四龙信 对于背叛他的 有马情信 发起了讨伐 大军就杀向了有马家 那有马情信 就向岛金市求援 理论上 岛金家可以不去救援 因为这是龙造四家的家务事 另外一方面呢 有马家所在的岛原半岛 与岛金家路上根本不接壤 岛金家要想出援军的话 只能是渡海过去 那么兵力就不可能太多 但是岛金一九 认为这是一个 削弱龙造四家势力的好机会 只要帮助有马情信 守住即可 而有马情信自身也有三千人 所以呢 岛金一九 就命令老四岛金家九 率领本队三千人 前往救援 那么龙造四龙信 显然太自信 行军缓慢 这就使得岛金军 提前赶到了战场 冲田坠之战爆发 龙造四家大败 加入龙造四龙信 和他手下的龙造四四天王 全部战死在沙场 那么冲田坠之战 龙造四军的主力被奸 而逃回去的主政龙造四家的国导直茂 也无力回天 就这样 岛金家全省的历史自此开启 而川冲田坠两战 奠定了岛金市 称霸九州的根基 整个九州岛只剩下大有家 可惜时不我待 岛金的脚步还是晚了一点 此时风神秀吉已经统一了四国 接下来他的目标就是九州 可是正是气势如虹的岛金四兄弟 怎么愿意放弃 只差一步 就可以一统的九州岛呢 关于1586年 岛金一九 无视风神秀吉的停战命令 命令岛金一红从西线 岛金家九从东线 各率领数万人 北伐大有家 此时的大有家 大有双臂的丽花倒雪病死了 而另外一位高桥少运 孤军防守在西线的延屋城 东线则是呼救于风神秀吉 引来了以四国军为主的援军 风神秀吉的部下 先是秀九为总指挥 长总我不原亲 和石和存宝都参加了作战 面对两万多的岛金军 高桥少运只带了七百多人 孤守延屋城 他为了吸引火力 救他自己的儿子 丽花宗茂 他为了给西线来源的 风神军争取时间 延不成之战 我们前面讲过 高桥少运 书写了自己最后的传奇 守了两个星期 让岛金家损失近四千五百人 并且终于等到了 风神家援军的赶到 救了丽花宗茂夫妻 也救了大有家 那就是在东线 岛金四兄弟的老四 岛金家九 正在攻打大有棕林的 丹生岛城 结果被大有棕林的 国崩大炮击退 转而率领两万人 围攻重镇赫赫城 当时大有首府府内城的 四国援军 仅有六千多人 加上大有家的残军八千人 那么这么点人 总指挥 先十九秀 要救援赫赫城 成总我不援军 当然是反对 这时候就要看 石河存宝的表态 因为之前有私怨 石河存宝不愿意附和 成总我和原亲 竟然同意救援 所以就拉开了 护子川之战的序幕 那么护子川之战 风筝秀吉派来的 四国军与岛金军 到底谁胜谁负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给大家继续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